大家好我是George 我是Selina 今天我們會去動物園 我們今天去一個比較小型的動物園 我們去暗水一下 現在就來到環芬站 喜歡看旅遊影片的朋友 開始之前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就會收到出片時的訊息 現在首先去到環芬站 就要轉一個車 去到新川崎站 大家如果在東京站過來的話 大概30至45分鐘左右 去到環芬市 然後再轉一個車去到新川崎站 下去之後就會再走一會 就會到我們今天的目的地的動物園 如果大家在池袋和新宿 乘搭這條線來 那個站就會很少 大概五六個站就會去到環芬 這條鐵路就叫做東海道線 伊東線 上野東京線 可以認住顏色 這是它的線的顏色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線路 一直這樣去 我們大概坐了六分鐘 七分鐘左右 到新川崎的站 拍下下車的站的環境 給大家看一下 到處都很靜的 很少人 對面會有些住宅 這個站其實偏離市區都很遠 剛才我們在環芬過來 差不多六七分鐘時間 來到的時候 其實看起來好像站很近 其實它一個站的路程是非常之遠的 一上來就會去到一個平台 我們現在會去找食物 我估計下面這裡會有食物 都是猜的 因為你們都還沒來過 外面好像去了韓國 全部都像施殺列車下面的列車站 這個位置很大的 這個位置基本上都沒有食物 來到就有一個購物房可以去吃東西 壽司郎 在去動物園之前會先吃東西 拍下商場給大家看一下 有些電話公司 門口就有一間薩利亞 另外呢 那邊商場就看有些什麼 因為都不知道有什麼其他食物 另外這裡有一間Daiso 很多人的 不要以為沒什麼人 壽司郎都全部坐滿了人 接著出來就是商客和住宅 基本上都是沒什麼的 這裡上面應該是住的 這裡只看到幾間食肆 好像屋邨下面的商場 兩三間店舖 一兩間食肆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選擇 比較少一點的食肆 當我們吃薩利亞留了個名字 我最喜歡用一個名字就是Higashi 原來她在說我的名字 她的名字是一個東字 這裡東京的人一聽Higashi 就知道是一個東字 我拿她的名字來留留位 是非常方便的 好 我們今天又是吃薩利亞的 哇 超多人 大家看看 很多人在這裡 大家看看餐牌 薩利亞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價錢真的很便宜 400多日圓一個薄餅 255日圓一個沙律 273日圓一個雞翅 價錢很便宜 吃的東西都差不多了 每一間薩利亞都 日本的薩利亞 是用一個點子的形式 它有張紙 寫回人數 然後寫回你要的食物號 在菜單下面就會有個號碼 例如這個Tisa 它的號碼是2206 寫回號碼寫多少件 不要看薩利亞這麼便宜的食物 以為它沒有錢賺 其實它全世界有1547間分店 日本裏面有1000間 在海外有400多間 好厲害 等待食物來到了 薄餅 這個沙律 這個沙律也不錯 不過醬汁好像太多 但也挺好吃的 另外就點了一個很簡單的通粉 沙律的雞肉就是雞胸肉 加上醬汁也可以 又不是很好吃 但也不錯的 不過這個薄餅我就覺得不錯了 都像是平時人家的100元一件的薄餅 另外我自己就最喜歡吃這個雞 這個雞肉其實次次吃都差不多了 裡面也挺滑的 這個雞肉 我自己最喜歡吃就是這個沙律的雞扒 除了雞肉之外這個雞扒也很好吃 它的表皮做得很脆 而且裡面的肉也會有肉汁 還有粟米加上薯仔也不錯 它的薯仔就是炸過的薯仔 也挺脆的 剛才薩利亞在商場最方便的餐廳 另外如果走過村的橋 有些另外的餐廳會有的 街鋪的餐廳給大家看一下 最多的日高屋 另外前面的麥當勞在比較遠的位置 要一直走過去才去到這個社區的街鋪位 就是一番街的位置 在前面才會有的 剛才那餐就吃了3000日圓左右 差不多85元 也算挺划算的 吃了6、7樣東西 現在我們出回來這裡 就去到剛才我們下車的位置 要過一條馬路 然後大概走15分鐘左右 就會去到這個動物園 現在會去JR站 然後走左邊直去 對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字 新村旗交通廣場 然後繼續直行 對面其實也有個商場 會走過貨車站 很大的貨車站 去到路口 已經有個牌寫著 夢見奇樂園的位置 大概是1.1公里 現在看剛才我們對面吃東西的位置 在那邊 走了一會就走到來 這個地方很舒服很靜 而且生活的配道也挺完善的 因為有幾個商場 還有購物園在這裡 可以下來的時候 可以買東西 生活用品 都齊全的 而且一邊走 我發現地面很乾淨 全部都用瓷磚 砌得很平整 對 你看地面好像那些商場地下 沿途走下來 沒有遮掩 沒有掩 所以如果太陽多的時候 帶一把遮掩就會比較好 因為都很曬 這裡感覺住人應該很舒服 好棒 超寧靜 地面不會太陰陰 很乾淨 而且景色很舒服 一戶見很美 有寧靜 小朋友自己有單車回家 對 好像西貢那些位置 哇 這間一戶見到多漂亮 哇 人家多大的花園 哇 超棒 現在沿途上 就會見到很多住宅 經過住宅之後 直接走過去 走到前面 前面 看到一些很森林的地方 就是那個動物園的位置 這裡的屋 全部都很漂亮 直接在門口 就是行車 哇 超棒 全部都好像很漂亮的一戶見一樣 另外呢 旁邊呢 就是一個網球場 還在高級 那些屋子很漂亮 這裡一直走 那些屋子全部都很漂亮 應該是高尚住宅區 你會不會住這裡 這裡就住就好 而且很安靜 一邊走 看到有沒有人 那些屋子又漂亮 最主要是我們以往看的屋子 是不同的 出車站平地不用走上車 就是外國感覺一點的 又不會像村屋 漂亮一點的 好 到了 應該是前面那裡 我們現在去這個森林 前面這裡也是一間一戶見 哦 是 大間很多 這樣前面一間 然後這裡是一間 背著山 你看看多大一個靠山 在後面 超棒的 這些小朋友呢 自己在家裡 找一輛車來開 這些小間一點 這間是大間一點 你看 全部都是民宿的地方 走過來都不是很遠 但是真的幾分鐘 十分鐘左右 這個屋子真的很漂亮 你看看 很棒 自己在門口拍車 挺好的 我們到了動物園的位置 門口會有個牌 如果這樣找就應該找不到 因為它是很多住宅的 裡面中間有一條路上去的 但是大家看GoGoMan 都準確的 可以帶你去那個路程 好 動物園 有個牌 就好像一些香港動植物公園 要走過一些山的 現在好像是行山勁的 有些小朋友在這裡看東西 不過大家來 要預算時間早一點 晚上四點鐘 即是下午四點鐘 關門 我們現在大概會 半小時左右 走一走 看看有什麼看的 不過 預算腳骨力 基本上跟行山差不多 現在上去半山 走了幾分鐘 走上山頂 一直都有人會走下來 好,快到了 走到了 這裡 進去 會有一個霧園 接著呢 就是前面 嘩 這裡還有一個公園 好大 幸好有汽水機 在這裡買 有氣嗎 很冤 因為這幾天 腳骨力沒有了 香港動植物公園 我們去中環上山 差不多 這條路很短 好,我們到了 真的好似香港凍材物公园 几乎一样样 有些猴子、小碗虹那些 这里有猴子吗? 里面有猴子 不过它没有走出来 整个气氛环境 和香港凍材物公园是一样 即是现在我们去日本的中环 好厉害 这一只是明星小碗虹 这一只很受欢迎 有两只在这里 群羊在这里 有些羊仔在这里 他们可以体验骑马 前面有斑马 很大的斑马 这斑马好像公仔 前面有红河和奇河 我们先进去看 很多红河在这里 好像公仔一样 另外这里有些鹿 在这里 即是内梁的鹿 其实这里也有 看多大一只 前面有一只好像骆驼 不知道是不是骆驼 很大一只 在这里吃草 很悠闲 看多近 看多近 看着我 Hello 超大一只花鹿 不是一只 很多只 前面有十多二十只花鹿 很大一只 黑色的羚羊 这个龙的设格挺特别 是被那些虫鼠走上去的 哇 这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那套 Marvel那套 那套主角 我看到Marvel的动物 哈哈 我旁边就有很多只骆驼 在这里 但全部都好像不太动 那些骆驼 它没有什么臭味 前面呢 大家可以坐马 前面 小朋友在骆驼 哇 开心死的 骑马在这里 哇 小朋友一直开心死的 你看看 另外会有个公园在这里玩的 你看看 多开心啊 小朋友 哇 骑马 好像这只 骑马 大人都骑得 看到这么大 都可以骑到骑马 对 你记得吗 这只羊 可以被人摸摸 啊 羊仔 哇 骑马很乖 哈哈 其实除了骑马之外 可以和骑马拍照也可以 这头发好像人的头发 好乖啊 你听着我说 哈哈 刚才大家看到骑马 是不是很开心呢 其实刚才骑马的活动 都是免费的 如果是三点前来 就可以感受一下 连大人都骑得 本来只是写小朋友 而且摸了那些马 它们都很乖 它的头发好像人 那样 很有趣的 这个公园其实很值得来 如果你的小朋友 10岁留下 我都觉得可以推荐你来 应该会很开心 这里 因为它都不用走斜路 都可以驾车上到这里 哇 超大隻的 你看 哇 好大隻 好大隻 烏龟 超巨型的 看 看着你啊 Hello 超大的烏龟 原来大家看到骑马体验 有分日子的 长城可以查看这个鱼鱼 看它会否再体验一下 首先我们来到东北园 如果出来 有个车在这里 可以直接回到川崎站 这里有一间便利店 很多食物 我常来日本 吃雪糕 有一只很推介 一只好吃 雪糕三文字 它外面皮 吃的时候還有脆 很少见 平時我吃的皮是軟的 這隻很棒 先試一下 這是這個雪糕餅 剛剛在裡面買 香了 正菜裡面 我每次日本都會吃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個公園很漂亮 這些公園有很多花 小朋友在捉蝴蝶 很漂亮的花花公園 還有很大堆的花 這些花是粉紅色的 前面有人打羽毛球 打棒球 我們被屋吸引住 從頭到尾走 有很多特色的建築 這裏應該屬於中產區 周圍都很寧靜 我想我說話會很大聲 一直走 其實都有人的 全部都是大屋 他們有獨立垃圾分類的 糖菇嶺石頭 真的大到走都走不完 很長 我們要找一支車回到外面 這裏看到一間很漂亮的日本幼稚園 先拍給大家看看 嘩 看看多漂亮 外面有很多玩的設施 現在有煮得很漂亮 因為走了去太遠的地方 我們現在帶回巴士去車站 才會載著車 是超方便的 220元就可以跨越村崎站 還有這一個圈崎十字圈圓的區 超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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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東西之後 就坐車回到酒店 來到車站 也想拍給大家看 晚上9點的車站 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晚上9點的車站 哇 一個人都沒有 又一個人 好棒啊 今天的影片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就會收到我最新影片的訊息 好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